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eady Go 行动 飞向我的梦 来来来吧Ready Go 一起行动重重重 一声开始出击出发 格斗在空中 一杯冲天 超越地平线 唯有已较量 切磁脊脊梁 激发正能量 一杯冲天 梦想会实现 禁得起考验 无惧挑战 向着目标重现 勇望之间 一杯冲天 超越地平线 唯有已较量 切磁脊脊梁 激发正能量 一杯冲天 梦想会实现 梦想会实现 禁得起考验 无惧挑战 向着目标重现 勇望之间 你不看 这就是藏宝图 太好了 爸爸 我们要是找到了宝藏 你可要给我买 新型直升机 嗯 没问题 今天回来之后 我打算大吃一顿 爸爸 回来的时候 记得买菜啊 嗯 出发吧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啊 等 等等我 可以休息一下吗 可是这附近好像有妖怪 所以还是快一点上路比较好 妖怪 啊 住在山山里的老婆婆妖怪会吃人的 啊 这就妖怪吗 啊 妖怪 你们来山里干什么呀 我们迷路了 那你们想去哪儿啊 我们是来寻宝刀 他说这里附近有个山洞 你们是看着地图来这里的吧 是的 我爸爸是猎奇者 也可以说是寻宝专家 专家还会迷路吗 不是 只是这张地图 地图不见了 爸爸 早就教你小心一点了 唉 你爸爸真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萧明 萧明 快点走开 妈 妈 妈 那只老鹰常来破坏菜地吗 是啊 把我种的蔬菜嫩牙都吃掉了 真是太可恶了 真是太可恶了 有空再来玩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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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觉得他像我亲奶奶 你是你奶奶亲手带大的吗 嗯 我们下次再来玩吧 这张地图 唉 我怎么会把藏宝图给弄丢了 花了两百块呢 唉 没脸见你妈妈咯 不过我们拿了很多蔬菜呢 对啊 那 我们就说蔬菜是从宝箱里拿来的 可别告诉你妈妈 这是老婆婆给的啊 嗯 老婆婆 我来了 唉呀 是萧明啊 唉呦 唉呦 你真的来了 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嗯 快到里面坐吧 老婆婆 这个给你 唉 这是什么 唉呦 这是 上次来的时候 发现你的手套有个洞 这个 啊 太 太辛苦了 老婆婆 你们上次丢的是这张地图吧 咦 怎么会在这里 这并不是什么藏宝图 其实啊 这张地图是我画的 啊 五十年前 我把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放在了深山里 为了记住那个地方 我就画了这张地图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张地图夹在书里了 后来不小心把那本书给卖了 谁知道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 没想到你拿回来给我了 不是我 是孟非的爸爸拿来的 哦 老婆婆还以为是你拿来的 老婆婆 嗯 现在我们去地图上画的这个地方吧 哦 现在啊 很远吗 也不是很远 那是我年轻出来打工的时候经过的一个地方 我们去吧 去找回你当年很重要的东西 嗯 有萧命陪着我那就不怕了 那我们走吧 嗯 在那边 哦 就在那里了 那里就是那个山洞吗 没错 当时啊 我把它放在里面 在山崖中间 你当年那么厉害啊 开什么玩笑啊 以前那里啊 还有条山路的 好像后来山路给摧毁了 你看 那里的草木都不生长吧 是啊 一定是发生山崩 所以道路没了 不过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么高的地方 怎么爬上去啊 老婆婆 不用担心 这个光明号能飞上去 那个重要的东西重吗 不重吧 应该是比较轻的东西 那就让光明号去把它拿回来 老鹰 飞起来了 它飞过来了 啊 啊 你打此出来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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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 不可行 不行 我一个人搞不定 什么 丢失了地图让老婆婆捡到了 然后我和老婆婆一起去了藏宝的地方 你是说有一只老鹰一直在那里守着 没错 那是那里那么高 又有老鹰在 恐怕很难拿到宝物吧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爸爸 再去一次宝 孟非 你是不是认真的 听起来好像很好玩哦 是挺好玩的 对了 卓一 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嗯 那我也去吧 卓 卓一 谢谢你 嗯 那我也再去一次吧 我们一定会把老婆婆记挂的东西拿回来 我来支援你们 啊 爸爸 你什么都不做 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做呢 这个时候必须有一个高手在后面守着 就让我这个酒精博烈的世界冠军局的任务一写失手吧 那我们就在前面等你的指示了 嗯 绝对没问题 出发 啊 就是那家伙 啊 就是那家伙 啊 就是那家伙 他终于出现了 可不是吗 那家伙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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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终于就准备好百分之一百用个导弹攻击他 不过我们只要把他引开 所以吓唬吓唬他就可以了 嗯 接下来是萧明 你的光明号就飞进山洞 拿走宝物 嗯 他出来了 太好了 开始战斗 嗯 嗯 他飞走了 哇 终于飞走了 太好了 孟非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山洞 卓奕 现在飞上天空 嗯 太好了 吓着他了 周一 再发一枚 好 小明 现在轮到你了 嗯 嗯 哎 那是鹰蛋 是鹰蛋 原来鹰巢里面有蛋 老鹰保护的不是宝物 而是自己的蛋 啊 哎 呀 哎 幸亏戒助了 幸亏戒助了 啊 光明号 光明浩 对不起啊 光明浩 小柄 是你啊 老婆婆 我帮你把一直挂念的东西拿回来了 老婆婆挂念的东西不是宝物吗 唉 想不到现在还可以见到五十年前的东西 这就是老婆婆说的很重要的东西吧 对呀 这是初恋情人写给老婆婆的信 原来是初恋情人的信 这可是宝啊 哎 这个人跟小柄长得很像啊 这个人就是老婆婆的初恋情人吗 是啊 对了 萧明 你的遥控时升机怎么样了 嗯 没事 没什么事 老婆婆 老婆婆 萧明 这个给你 啊 这是什么 这是给你的谢礼 不用了 我怎么能收呢 不行 这是我的心意 快点收下 这样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可以打开看看吗 可以 啊 这不是飘移系列直升机吗 老婆婆 你怎么 我也不知道 我就随便选了一个差不多的 这个你喜欢吗 嗯 谢谢老婆婆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啊 我的照片 我来 我来 啊 真是太好了 还以为以后都见不到了呢 我下次还会来的 老婆婆 你要注意身体哦 嗯 随时都可以来玩 有空再来哦 我一定会赢的 我才不会输给你呢 就算你超过我又怎么样 在那里发射导弹根本就不能打中 他们都飞得很不错 等他们转弯回来 接下来就是我们俩一决胜负了 我的新直升机不会输给你的 出发 出发 哇 飘移系列直升机的起飞就是厉害 飘移系列直升机没有安装太多的零件 所以起飞时的冲进很大 旋转性能和攻击能力都提高了很多 啊 谁会先到达终点呢 是义旋 不可能 消敏在他前面呢 我赢了 唉 我输了 不要紧的 咱们俩都飞得不错 多亏你领先了 我们才能赢 激励比赛和个人比赛是不一样的 不能自以为是 一定要考虑到全局进行比赛 嗯 哇 大家都用新型直升机啊 好厉害啊 爸爸 我也想要新型直升机了 嗯 开什么玩笑 不是还可以用吗 嗯 但是他们的直升机都是新型的 那等到下次爸爸找到野蠢蛇 拿到奖金了就给你买 嗯 就是说 你不想买给我吗 孟非 哇 你们在玩接力赛吗 嗯 没错 我和消敏一组刚刚赢了 对吧 消敏 我们赢了义旋和小天那一组 消敏可以打败义旋了 哪有啊 刚才他只是预期好罢了 下次 我一定赢他的 不是的 多亏有了这架新型直升机 啊 这是新的飘移系列直升机吧 孟非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的新型直升机 哦 真的可以借给我吗 随时都可以借给你啊 但是 你要给我提建议啊 没问题 那我去那边试一下 嗯 很有型吧 嗯 很不错 其实我也听说过新型直升机也很想试飞一下 一轩 也借给我用一下吧 嗯 虽然你是孟非的爸爸 但这是我刚拿到的新型直升机 我不太想借 啊 消敏不是借给孟非了吗 不要这样了 借给我吧 借给我吧 你不借给我 我就不当你们的教练 你会借给我的吧 我也很想试一下新型导弹 直升飞机的性能 对了 还记得以前我带你去练习吗 我还是一飞冲天队的专职教练呢 快借给我吧 虽然你带过我去练习 对了 你是大人吗 自己买不就行了 你们真是的 个个都不想借给我 黑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